好 大家要看到基隆碧沙漁港到基隆宇的观光娱乐船 每次在靠岸回旋的时候 这个推进器的叶片都会打到海底礁石 目前是有两艘船只因此受损 损失了35万元 相关单位前往会刊之后 研议要加装警示标语来告知船只小心 同样会加后码头的防撞护垫 来维护船只跟游客的安全 准备靠岗人员抛出缆绳固定船只 这是从碧沙漁港出发 要到基隆宇观光娱乐的游艇 但近期业者向基隆市议员陈晴 说多次在基隆宇靠岸回转时 船只的推进器叶片容易触礁 叶子表示目前已经有两艘船的叶片毁损 维修费用高达35万元 但更令船主担心的是 如果船身受损海水进到船内 造成游客发生意外 后果可不堪设想 未来会在那个礁石的上方会用浮球的标示 那请休闲渔船经过的时候 特别注意底下有礁石 让他们慢行 20号下午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产发处以及议员业者前往会刊演你对策 官销处提到海底下的礁石是底气鱼类的生活居住地 不适合铲除 但后续除了会加强警告标示 也会按照业者要求加强岸边防撞垫的厚度 以免观光娱乐船再度触礁受损 记者猜就很吉隆报道